欢迎收看什么季节养什么花的系列课程 那这套课程啊 其实侧重点并不是教你啊 应该具体怎么样 主要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呢 什么季节在家里养什么花 如何做到家里一年四季都有花看 这是很多花友经常问我的问题 因为他不知道应该养什么花 那这堂课程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我手里拿的这一盆满天星 满天星啊 作为一种经典的花卉 在花店里啊 一定能够看到它 实际上我们做家庭盆栽 完全也可以养一盆漂亮的满天星 你远看呢 密密麻麻的 近看 哇塞 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特别的好看 那怎么养 什么时候养 什么时候开花 这场课程啊 我们将详细的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好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满天星了 满天星啊 它是石竹科的植物 石竹科啊 它的名字呢 学名叫做圆锥石头花 还有一种满天星 大家很多花有不清楚容易误解 就是恶聚花啊 花有花商们把它叫做紫花满天星 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植物 那这个满天星就是我们花店里最常见的满天星了 这个是真正的满天星啊 这个学名叫做圆锥石头花的满天星呢 广泛的运用于圆艺市场 花卉市场啊 这各个国家的花店 你都可以看到它深受人们的喜爱 做花店里的花啊 做这个比如说做玫瑰花的陪衬啊 经常能见到啊 康乃馨的陪衬经常能见到 实际上呢 家庭盆栽也是可以养的 那么我们养它 首先感觉它的欣赏点在哪里 你仔细看它的当个花朵 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看的 但是呢 你在仔细去看它的时候呢 确实是有一种天上烦心的感觉 而且白色的 我这是紫色品 紫色品种啊 白色品种呢 还有一点点芳香 特别的惹人喜欢啊 那我们做家庭盆栽 首先因为要给它解答 就是它开花开在什么月份 我们呢 怎么去摆放它 那满天星它开花的月份呢 集中就是夏季 夏季是它盛花开出的季节 这个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开放时间呢 指的是我们家庭盆栽 正常的开放时间 那很多啊 这个花店里面 你买的这个满天星 有的是钢花 有的是呢 大鹏生产的 它可能反季节 但是你正常养护下 它是在盛夏季节开花的 剩下季节开花的满天星 集中在7月份 8月份 9月份 这几个月份 集中开放 这个是开的最多的 所以你家里 如果剩下最热的时候 需要一些这种小花 来点缀你的 比如说点缀你的家 点缀你的庭院 点缀你的阳台 那满天星啊 是非常好的选择 好的 下面一幕告诉大家 满天星在家庭 我们做盆栽的话呢 刚才说了 几月份开 那下面一幕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我们摆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满天星的习性 有极大的关系 一幕教大家的就是呢 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 它已经开花了 就像现在这样 你比如说你买一盆满金回来 它开的满满的一束花 摆在哪里 我觉得啊 做家庭盆栽的花油 你完全可以把它摆在室内来欣赏它 因为真的很漂亮 如果你配了一个 这个小花盆 很漂亮的花盆 然后呢 你把它摆在室内 比如说摆在你的卧室啊 摆在客厅啊 观赏个一个月左右 是没有问题的啊 非常的漂亮 那这是它的开花季节 如果它花谢之后 你就不能继续摆在室内了 因为呢 这是一个喜阳的植物 还是要晒晒太阳 但是这个地方 一幕要一定要提醒大家啊 很多花友呢 在网上查资料 也觉得 也看到说啊 它是喜阳了 然后呢 花谢之后呢 它直接摆在这个南线阳台一晒 立马就发现 全部都尾年就死掉了啊 这是很多花友的亲身经历 但一幕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在于啊 我给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满天星啊 它的根系有多么发达 你看看 像这样的一个小盆栽 它整个根系啊 布满在泥土上 毛息根极其发达 它吸水能力极强 虚水量极大 虽然它的叶片不大 它叶片多呀 花朵多呀 虚水量极大 所以如果说你在剩下 因为它本身就剩下季节开花 剩下季节你拿去一晒 立马就把它晒干了 立马就缺水 这个植物一缺水就会挂 而且是不可腻的 不像其他的 比如说枝子花你缺水了 它捏了 你给它浇水 它又回来了 又会停力起来 但是它如果一旦缺水 全部就挂了 救的就不会来 所以说我们家庭盆栽 你花泻以后 不能把它摆在南向阳台去曝晒 建议大家花泻以后呢 你就把它摆在北面的阳台 不要接受直射光曝晒 给它散射光就可以了 知道吗 这个就是正确的摆分方法 然后浇水一定要多浇 不要让它缺水 它非常怕缺水 尤其是像这样的大苗 小苗例外 大苗的话真的很怕缺水 所以秦椒水不要接受烈日暴晒 这个是在它的整个花期 以及花期过了之后的那一段时期 非常重要的养护方案 好的 因为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满天星这个盆栽呢 我们呢 不仅在花店里可以养 其实家庭盆栽啊 也是可以养的 繁星点点 特别有意境 特别好看 那么呢 它的集中开放时间是在夏季的 如果你家里夏季去开花植物 特别是这种很小的 很有意思的啊 很有意境的开花植物 你可以选择一树满天星 白色品种呢 也非常的好看啊 这个都可以买得到的 那 它呢 摆放的位置啊 推荐大家 开花之后 可以摆在室内去观赏它 花谢之后 再移出去 移出去 晒散射光 就可以了 那到了冬季啊 包括春季 这两个季节 包括秋季 10月份左右 比较 已经晚秋 这几个季节啊 是可以把它放在 放在南向阳台 去晒太阳的 没问题 但是整个盛夏季节 建议呢 它都晒什么 散射光 柔和的阳光 不要接受夏季的烈日曝晒 非常容易晒死它 这个是一个养护小技巧 阴木呢 也给大家分享 总之啊 满天星呢 非常有意境 也很好看 很有特点 喜欢这样的植物的话呢 你夏季 正好也缺开花植物 满天星 你可以参考养一盆 好了 那这一堂关于满天星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